大家好啊 呃大龙现在在这个河北呃 承德新龙山 呃这个景区呢 门票是160块钱给大家呢 走一走这个景区最经典的 特色什么呢 吊桥玻璃吊桥 这吊桥一定要记住两个点大龙以前讲过 戴一顶帽子 留一种湖区 真气元气都有了啊 花裤子也是必不能可少的啊 呃这个玻璃桥啊 全程是200多米啊 那个 前面有个小千缕啊 哎这个玻璃桥还挺硬的 他这个中间你看 哎呦 哎呦 这多高啊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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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这个中间呢有这个 大一点的地方啊 挺结实的 风吹不动 因为他两边是这个钢索啊 啊特别差 中间倒挺宽的 应该都不害怕 啊因为都不低头丑 哎呦我挺高哦 这个桥啊这个桥有一点好 这个桥啊 不晃 那边还有个瀑布啊 那边还有个瀑布啊 他自己就非常紧实了 咱们看看这玻璃桥别了 哎呀大龙现在走得多了也不害怕了 多好啊 这里一面多美 二三百米高吧 这是我第一次啊 走这个玻璃吊桥 呃 感觉不是那么的害怕 哎呀 可能也是帽子和胡子起的作用 那个位置啊 看不看到那个位置 这个电梯就是100多米啊 是新龙山一个大电梯 巡洋电梯 这个位置就是龙虾节吃饭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是电梯旁边就是 剩下全部是悬崖绝壁的战道 啊全部在悬崖绝壁上走 成德青龙山 自驾的来的小伙伴啊 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谢谢啊 谢谢啊 我这帮助了 也谢谢啊 你们看